女人双手双脚被牢牢捆住 宣禁在不见天人的地下室 丈夫用皮带不停地仇打她 但每次仇完之后 她又会心疼地搂着 生怕她会再次被别人抢走一样 因为妻子为了每月碎银几两 跑到有钱人家里当保姆 一想到曹淑娟的背叛 张楚又不自觉地掐紧 爱与恨交织在一起 好几次差点把曹淑娟掐死 为了钱 曾经夫妻一场 如今却变成这般模样 张楚和曹淑娟高中时就在一起了 身在校园的他们 可以谈一场不为面包发愁的恋爱 然而他们当年还是太年轻 谈个恋爱却不小心谈住了人命 即使双双被学校开除 也要坚定不移地在一起 即使忍着难产的风险 曹淑娟也不舍得用镇痛棒 只会省下一千块钱 给丈夫换个新手机 那时的他们 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以为只要两个人携手同心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看 但是时间很快就告诉他们 在现实面前 爱情是那么的不堪一期 如今儿子都已经五岁大了 他们的生活质量依然没有半分改变 张楚在家税务所打杂 这里的老板恰好是他的老同学康杰 而曹淑娟则是在一家流水线上班 即使是在桃园这种小地方 两样的工资加起来 也只能勉强购付每月的固定开销 想给儿子买身新衣服 却也囊中羞涩 然而这样的生活 张楚却感到很知足 你可以说他躺平不上进 但他却从来不好吃懒做 他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与世无争 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就够了 然而在这一方面 曹淑娟的观念与他截然相反 他怕穷 所以十分节约 结果发现再节约 钱也不会变多 他不想再过这种勉强能温饱 但生活质量又不太行的日子 他漫不经心的对张楚说 总感觉自己的双脚像被绑住了 哪儿也去不了了 意思就是 他对这种婚姻开始产生后悔 他意识到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算一盘散沙 都不用风吹 走两步就散了 所以他开始早起贪黑的干活 发传单 卖早餐 开三轮 哪里能赚钱 哪里就有曹淑娟的身影 今天晚上 他送一个最久的客人去酒吧 结果这个客人的包落在了车上 将钱包送回去后才知道 客人是逃个一家铁销厂的老板 郭六 郭六不仅成功拿回了钱包 还看上了曹淑娟这个人 而曹淑娟也趁这个机会 转了郭六的工厂当销售经理 还捞得了一辆房和辆车 然而这些东西的真实来源 他是不敢跟丈夫说的 只说是自己升职 再带些款买来的 张楚对妻子是无条件相信 毕竟自己也是靠妻子过上好日子的 所以他也没再多说什么 然而这一天 他从曹淑娟洗好的衣服里 翻出了一张郭六鞋的纸条 上面的内容太过露骨 张楚瞬间明白了一切 晚上曹淑娟回来时 看到了故意被摆在桌子上的纸条 此时此刻 张楚希望曹淑娟说点什么 然后他偏偏什么都没说 张楚娟这件事对康杰说了之后 康杰提出 带他去北京玩两天 散散心 其实康杰当年 也喜欢过曹淑娟 这次他带张楚出来 就是想让他看清楚 没有钱 是留不住曹淑娟的 二人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个同学 李红 那个曾经唱美声的漂亮姑娘 如今也只是个带着女儿的单亲妈妈 艰难的在北京讨生活 他们却在一起喝酒聊天 此时的张楚依然对妻子的事耿耿于怀 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痴情 神神打动了李红 李红也对这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有了些好感 似乎他就是自己 虚觅多年的港湾 张楚从北京回来后 在家中四处不见妻子的踪影 来到地下室 眼前的一幕 让这个男人彻底崩溃 男人刚回到家 就发现妻子站在地下室 慌动地将衣服往身上套 地上用过的气球 以及空中弥漫的热气 告诉这个男人 妻子刚刚在这里干了什么 男人从腰上解开皮带 将妻子狠狠吞到床上 一下一下用力地抽打 然而妻子依然全程一眼不发 没有承认 没有解释 更没有求饶 曹淑娟一如既往的沉默 深深似痛了张楚的心 她痛恨曹淑娟的背叛 更痛恨即使这样 也依然深爱她的自己 最后张楚还是选择了放手 她知道自己没有钱 也赚不到钱 即使留住曹淑娟的人 也留不住她的心 妻子走后 张楚的生活一度陷入黑暗 好在还有儿子陪着她 她才没有难过地想去死 等她再次得知曹淑娟的消息时 曹淑娟已经摊上事了 郭六的工厂涉嫌脱税 其中的单子 都是曹淑娟前的字 郭六许诺她先扛着事 过两天就找人把她捞出来 并答应给她两百万补偿 很显然 这都是郭六下的套 只有曹淑娟心了 未能救出曹淑娟 张楚不惜去给郭六跪下请求 然而在一切只看利益的商人看来 张楚的尊严一文不值 结果曹淑娟还是被判了两年 在这之后张楚试图寻找 结果她连曹淑娟关的哪个监狱都不知道 有人说在秦皇岛 也有人说在南宝 可张楚还是找不到她 这个时候 李红也带着女儿回到了桃园 她从康杰那里得知了张楚嫁的事 所以她这次回来 是带着目的的 在外漂泊多年 她也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 说白了 就是想趁这个机会接近张楚 组建一个三口之家 再次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 从某些角度讲 李红和张楚的人生目标至少是一致的 吃饭时李红故意问张楚 她还爱草树娟吗 张楚沉默了 而李红也从这份沉默和纠结中 知道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 曹淑娟所在的监狱 期间不少动用自家的人败关系 她知道 想要获得张楚的心 这个过程是很难的 不久后 虽然在路边吃宵夜 期间张楚看到一辆熟悉的小车 是郭六的 她愤怒地拿起酒瓶 就打出人家的后视镜 随后又把从车上下来的郭六打了一顿 这时曹淑娟才从车上下来 张楚上前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让她跟自己回家 愤怒的话语中 夹在这几份哭腔 也不知道此时的她是愤怒多一点 还是开心多一点 然而曹淑娟却说什么也不肯回去 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张楚只好作罢 但奇怪的是 第二天一早 郭六就找到张楚 只问她把曹淑娟藏哪了 因为她是宝外救医出来的 再不回去 就不是两年那么简单了 今天晚上 李红将张楚带到海边 也要喝着酒聊着天 趁着酒劲 李红对张楚进行了深情告白 然而张楚却推开她 从地上爬起来 说要带她回家给她看个东西 李红跟着张楚来到她家地下室 眼前的一幕让张红发誓 接着她这辈子 看的最震撼的事 女人双手被绑在身后 下山单薄 没有遮挡 被置身于爬满老鼠的地下室 而这一切 幸是她的丈夫所为 张楚留在地下室 将歪七八扭的妻子扶起来 给她喂水 曹淑娟已经被她软禁起来了 轻药拉撒全的地下室解决 直到凌晨 张楚才把曹淑娟松开 她也轻松如空壳般的表情中读出 曾经的日子 再也回不来了 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当作没看到 于是她决定放曹淑娟自由 而这一次 就连儿子也要被带走 张楚同意了 因为儿子跟着曹淑娟 才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这一下儿 二人也是彻底立了婚 李红也再次找到张楚 点名了要跟她结婚 即使她一穷二把也没有关系 李红在北京打工这么些年 也挣了些钱 回到桃园开了家美容院 也算是个小老板娘 她不需要张楚多能挣钱 只需要她能陪在自己身边就行 就这样 张楚搬进了李红家里 实现了李红一家三口过日子的愿望 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 但李红还是感觉到 张楚对自己是感激多于爱情 而李红的女儿丁丁 与张楚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他觉得这个叔叔 好像并没有那么爱妈妈 于是跟他说话的语气也没大没小 他能很轻易地猜透张楚的内心 直到他还没有完全放下曹淑娟 但此时 那个女人已经跟着大老板原走高飞 不会再来打扰二人的生活了 因此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但好日子就这样过了五年 曹淑娟就又重新出现在张楚的生活里 只是这一次 他不是来找张楚的 而是来找康杰的 但看到张楚在 还是决定离开 临走时他还不忘提醒张楚 少跟康杰来往 五年时间 所有人都变了 唯有张楚还停留在原地 好不容易准备忘掉曹淑娟 跟李红好好过日子 结果偏偏他又再次出现了 这天 他单独将曹淑娟约出来见面 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叫老丁的人 给曹淑娟打电话 他慌张躲回手机的模样 让张楚不由地对这个人产生怀疑 因为这个叫老丁的人 是桃源的首富 是一个比郭六还有钱的人 为了儿子的安全 张楚是都从曹淑娟那里接做儿子 但曹淑娟却就直接出源嘲讽 你哪来的钱养儿子 甚至还和聘头住在一起 两句话将张楚的子孙扎了个穿 而家里这边 李红也对张楚 想要接活儿子这些行为不满 在他看来 这就是张楚对曹淑娟念念不忘的证明 这无疑会对他的生活造成危险 于是张楚不想再过这种欺人篱下 又见不到儿子的生活 他想买一套房子 可是他没有钱 就在这个时候 康姐找到了他 也想帮他一把的名义 给他介绍了一笔大生意 他让张楚明天一大早 去老厅的酒店 把两个人送到车站 这一次性就能获得30万 张楚也不傻 知道这事肯定不简单 然而现实摆在面前 他还是选择向金钱低头 跟完这件事后的第二天 张楚就在新闻上得知 老丁死了 而曹淑娟也被牵扯了进来 正当的疑惑时 一阵枪门声传来 他打开门一看 没有人 只有一个黑袋子 里面装着30万 不多不少 张楚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成了别人杀害老丁的帮凶 而这个别人 正是曹淑娟 他一共留在一起后 尝到的钱是什么滋味 并且很快不再满足于 这个铁锹厂老板 跟了搞房地产的老丁 很快桃源也容不下他的野心 于是 他找到康杰想处理掉老丁 当初他劝张楚 不要跟康杰混 就是为了提醒他 然而张楚还是被康杰利用 要说理由 或许是因为 扫书娟和李红吧 以前和现在 两个女人都看不上 条件更好的康杰 而选择了没钱的张楚 张楚入狱后 李红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其实这么长时间过去 张楚早已经在不知不觉间 爱上了李红 只是不善于表达 或许只是因为迷茫 在这样的时代切面下 每个人的选择 都将会是他们 推向不可逆转的命运洪流 泼出去的水 是收不回来的 泼了的镜子 是重圆不了的 花也不可能在一年之内 开两次 喜欢的朋友 今天看看原片呢